羊蛋蛋给它扎点儿口 大家猜猜我要干什么 我要做一个户外烧烤 又不算户外 就是蒙前烧烤吧 我要做蒙前烧烤 就是我在我们家蒙前烧烤 但是你们知道我今天吃的是什么吗 我要烤 草原三宝其中的两宝羊腰子和羊蛋 很多朋友都问我们说 羊腰子好不好吃 羊蛋好不好吃 不不不 其实说实在话 别的我都不知道 但是好吃不好吃 是真好吃 不不不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知道 不哪里了 我每年也吃 我也 到不去 咱有的东西咱也不知道 来 现在我们先烤羊腰子 现在我们先用西纸烤羊腰子 因为这个地方 刚刚有朋友来过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 烧烤一烤 这样烤好不好吃 他们现在走了 然后只能一个人来做了这个事 然后把羊腰子里面撒上调料 然后把它包上 羊腰子就不需要用油了 因为羊腰子 本来就是毒包腰子 这个地方是吃羊蛋吃的剩下的东西 然后把羊腰子包好以后 放到以下的火里 然后再把这个火搞下去 来 用这个着过的火 整个给它盖上 封上 然后这样呢 封大概个十几二十分多 就好了 现在我们等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 再拿一颗羊蛋 羊蛋蛋 很干净很干净 我们现在把这个羊蛋蛋给它 撒一点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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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上面 不踏 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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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羊蛋没有油 所以羊蛋需要撒孔 羊腰子有油 最后一步 再给它撒孔 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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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在等着烧烤 烤了以后 就可以吃了 一个羊腰子 一个羊蛋 吃了只不过是我们下午的一个 简单的下午茶 我晚上肯定还是要吃足吃吃饭 今天为什么要这样烤着吃呢 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们果实去参加一个 散满蛋的一个 珍珠节嘛 这一批羊腰子和羊蛋 但是我们前几天宰的那批羊掏出来的 它不是散出来的 它是宰的时候掏出来的 所以的话 这一批呢 就比较壮实的羊 它是去年的冬高 然后也比较大的羊羔子 然后承哥的羊子也好 这个羊 那个啥东西也好 就是羊宝也好 它都是比较 非常饱满的 然后也非常好吃 刚刚我朋友们一起吃 也已经成熟了 是这个羊羊羽 那几天去参加散马蛋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他们直接就在火堆上 直接烤着吃 吃马蛋 然后当时人家马蛋这个东西本来很珍贵 小孩也抢着吃 也没有让我们吃 我们也不好意思吃 然后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 自己就想在这个火堆里烤一烤 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们之前烤的那种 就是穿在这种签上烤 但是今天就用细致把它埋在这个火里烤 尝尝那种感觉 好吃的话 就是以后朋友们来了 咱们就这样吃 现在已经 好差不多了 我已经把它们驱出来了 这样的 因为下面有火吧 这样的话把它放上来以后 它就不会太凉 变开以后再给它撒点盐 这样它再撒点调料 会比较细 肉质特别细的 然后我要把这个羊腰子 糊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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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血 这属于是三丰熟 羊腰都给它穿在签上 拿回去 撒一下签子 这样去是四股 不溜溜溜溜溜溜 终于跑了 我确实一辣熟 吃羊腰子 带签子了 哈哈哈哈 一叶结对不 伤着了不伤不伤 这个绝对不伤 羊腰子和这个羊宝 都是我们草原三大宝之二 所以的话 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 千万不要对它有偏见 就是想吃就吃 挑挑选 吃味道 叫了拿劲 嗯 好吃 油香油香的 然后我这就要吃 放羊了 好吃好吃 有机会你们拉草原的时候 都要感受一下这种 现在的 现在羊的羊腰子呀 羊宝呀 这种的 都烤上比 那个你们想象的那个要好 而且不用太多调料 也不用腌制 就是吃的时候有 原汁原味的 没有什么任何三味呀 或者是什么扫味 没有 它只是一个肉的部位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真的 骗你 好 就这样 我能不能够 我能够吃 那我能够吃 你 我能够吃 那我能够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